中国女排千里暴起 总决赛席位三重加码 蔡斌林盈运气爆棚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手周战最新的中国女排的话已经来到了保加利亚开始备战第3周的比赛 第3周的比赛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女排仅仅是获得了四联赛积分榜的第6名 而我们的想要去进入这一次的总决赛拿到8强的门票的话 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一定要在第3周的比赛的起码拿下两到三场的一个 比较大比分的一个胜利才能够确保我们了 有更好的一个保障拿到这次的门票 所以对我们而言的第3周虽然说也是小组赛但是他将决定我们的生死 将决定了我们能否进入总决赛 将决定我们能否实现赛前的目标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去面对巴西女排多米尼加韩国波兰的那些对手呢 都有必要以更大的优势打败对手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其实我们虽然说在前两周的比赛没有能够取得一个特别理想的成绩 还好来到保加利亚之后呢中国女排的运气也不错 蔡斌呢也是运气爆棚在近期啊也是接二连三呢 收到各种好消息 对我们这一次进入总决赛拿到门票呢真的是三重加码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1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第1个对手巴西女排呢 目前他们的主力复工迪亚纳是被传出接下来呢将会缺席第3周甚至是总决赛的比赛 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主力球员呢是需要在近期完成面部的整形手术 所以最终的是没有办法呢才会缺席这次比赛 而这样一来呢其实啊对我们首次 在第3周的比赛面对巴西女排呢将能够收获一个利好 我们呢能够在主力的方面呢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优势 以更好的一个展现实力呢去打败对手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而言呢也算是一个赛前的利好 第二个好消息啊和大家说一下呢多米尼加女排主教练的一些动向问题了 目前的根据媒体的报道多米尼加女排主教练马斯科斯呢将会在下个赛季啊 担任巴西包鲁赛西俱乐部的主教练 这个消息啊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一次试联赛没有太多的影响 而我们也知道那么其实啊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接下来呢 只要他要把更多的一些精力跟时间分配在另外一个球队俱乐部的话 其实对他而言也会多多少少呢 造成这个身心俱疲包括整体一些精力分散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多米尼加女排来说呢 他们的主力兼任多项职务啊恐怕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过往呢我们很多的一些球队国内的球队都不允许这些主教练的去兼职 原因呢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话实际上呢 接下来多米尼加女排的主帅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话对我们在这次小主赛去面对对手呢 也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优势那么我们能够全身性的去备战这一次比赛呢 就有更大的希望去打败对手 所以这一点也对于我们第3周比赛 去拿下胜利呢是有帮助的 第3个助攻好消息呢就是韩国女排的核心复攻郑浩英呢 他们是因为啊在最近和波兰这边安排的热身赛当中呢发生了一个伤病情况 那么退出了接下来的一个比赛 所以对韩国女排来说呢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本身韩国女排的实力在整个亚洲当中就不算是特别强大 那么现在呢就因为热身赛的话出现这样的意外呢那么接下来对他们的实力 也会造成一个重大打击 对我们这一次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对手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好的 所以可以说目前来看的话那么这三个球对整体的一些不好的变动情况呢 对我们而言是 三重加码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优势呢 能够在李盈盈蔡平的代理之下获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